听小伙伴说,我的新家园太单调了,一点都不好看 没问题抱在我身上,先来种上一大片桃花灵 不错不错,就是化肥好像不够了,先回去拿点 咦,这份小梗慌慌张张的是要去干嘛 奇怪,这啥时候多了那么一大片桃树林啊 我知道了,他一定回家拿捕子去了,让我来帮帮他 正好将你的椅子坏了,顺便多扛点木头带回去 啊,我的桃木林怎么了 哼,一定是小梅子干的,就小梅子干啥啥不行 捣蛋第一名,我得好好教训他 铁灵还需细灵人,既然你这么爱当关头钱 那我就让熊大来收拾你吧 熊大的身体是个球,想要站得稳,底盘一定不能小 先建一个七成十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封闻一下细节了 先把头的形状修整出来 身体的部分,像是一个三角形一样 这样重心低,不怕摔 这细细的手臂也太不搭了,把手臂做钻石一点 在手臂上像这样装上滑动方块 在前端反上发射器 身体中间也放上发射器 再用方块把它藏起来 为了增加灵活度 在脚底板装上我脚梗特制的溜冰鞋 放上推机器 等等等等,大概就是这样了 把需要动的地方替换一下 将驾驶做饭中间,视野开阔才不怕打错人 用序列器把东西一一连起来 用菜蛋给熊打上个色 登登登,大功告成 先来摄一摄斑 熊打火力模式 那么多的发射器 足够让小妹子吃吃大苦头了 外面怎么那么吵啊 我的天,好大事的熊杠 问小肯,你开动物园啊 怎么抬到我家里来的 你还好意思说 是不是你把我家塔木林给砍啦 对对对,那木头都在这里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你一定要谢,也不是不行 这只熊搭就送我吧 好呀,你先上楼,我这就给你 不对啊,为什么要上楼才给我 啊,我儿子 小肯,这是怎么了 我好心帮你,怎么还挨揍了